北京时间8月21日 据美国媒体最新爆料 考神投敌勇士令戴维斯感到非常不满 同时体股管理层在没有通知自己的情况 下方走了自己的老大哥朗多 戴维斯也是深感愚昧 丝毫没有存在感 据龙雷身边人士爆料 戴维斯离开提湖的意愿有增强的趋势 联手好兄弟朗多基拜投敌王考神 或是戴维斯的主要想法 据洛杉矶媒体爆料 一旦提湖那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这一次魔术师不会再有犹豫了 在同马次谈判卡巴依的教育中 胡人显得有点保守 眼看着到手的好拍 最后还是飞了 到了名下 卡巴依还会不会 同乔治一样骗了胡人 这很难预料 据悉胡人这一次 或许吸取了经验教训 不会再静等到名下了 只要有机会这一次 魔术师应该不会犹豫了 据洛杉矶之情人士爆料 魔术师有意出库 资马加球 哥加洛尔邓家首轮签的天价筹码去同其胡商讨戴维斯的交易 胡人的筹码已足够诚意 一旦其胡认为他们再也无法留下戴维斯的话 那么这笔交易似乎就很快能够达成 戴维斯加詹姆斯的组合真的令人期待 你认为戴维斯联手詹姆斯及朗多能击败考神的勇士吗 欢迎留言讨论